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图说球 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男人 那么我们知道在之前的一个视频当中也给大家分析过 因为周期此前参加NBL联赛的对手 在20号与这个新西兰爱国者队的比赛当中 对手有4名选严新冠检测呈阳性 因此周期的话还需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必须要拿到阴性的报道之后 才能够去完成与中国队的会识 当然我们希望周期是没有事情 但是这个风险显然是存在的 毕竟双方当时4名选严都与周期进行过比赛 那么算是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很多事情还真不好说 而在今天我们看到王志玲也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 他表示自己在集训之前就已经有脚踝的一个伤势 那么这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杜丰选人的质疑 对吧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神子杰因为膝盖的伤势 从集训第一天开始就顶着厚厚的呼吸 最终是没有能够入选到最终的名单 没有跟随球队来到日本 提前退出了此次继续 那么王哲林现在也被爆出有伤病的隐患 在这种情况下 周期又遭遇了新冠 有可能感染的这样一种风险 所以说中国队原本被看作是具备相当强大的内险优势 现在面临着三大中锋 尤其是参加比赛的两大中锋 都不能够去参赛的窘境 就只能依靠经验相对尚浅的胡金秋 以及这个年龄偏大 而且手肘有旧伤隐患的韩德军了 那么这一老一哨的组合 显然不是中国队目前内线最强的组合 而这个时候很容易让人想到 本三季在山东队表现非常出色 目前在得分榜上排名第三 篮板榜上排名第一的陶汉林 如果说王哲林 沈子杰这些球员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觉得杜峰去不选用陶汉林是有情可言的 此前咱们在视频当中也给大家做出过类似的分析 毕竟从国际大赛的比赛经验 绝对的天赋以及技战术打法上来看 陶汉林确实比起王哲林比起沈子杰来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像王哲林他有身高体重上的优势 对抗方面会更出色 那么与沈子杰相比 沈子杰虽然说三秒区的中阶能力不如陶汉林 但是沈子杰有防守有臂展 那么可以作为一个内线蓝领来使用 这些都是陶汉林所不具备的 但是这些都是在沈子杰跟王哲林 健康并且出战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去淘汰掉陶汉林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很明显 沈子杰和王哲林都是在集训前就爆出了有伤病的隐患 那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去将他们征召入队 对吧 很多人都说杜丰是任人为亲 我觉得假如这个情况是属实的话 杜丰就不是任人为亲了 他甚至是有一定的私心 那我们看一下 他所招入的这些中锋 韩德军辽宁队的中锋 这个王哲林上海队的中锋 沈子杰深圳队的中锋 目前这三支球队在战绩上都是与这个广东队十分接近的 像这个辽宁也好 包括上海也好 甚至可以看作是本赛季广东队的直接争冠对手 那明知这些球队 他们的核心球员当家内线拥有伤病的隐患 那你为什么还要将他招进来呢 为什么你不把一简连给招入进来呢 对吧 一简连也是有伤病隐患的 但是他的国际大赛比先经验 明显要比上述咱们提到的这几位都更加丰富 你选择保护了自己队中的一简连 却把竞争对手对中 这些有伤病隐患的球员给招进来 目的又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不想去引申任何的东西 而且此前我们也在视频当中多次说过 杜丰绝对是中国南南目前最具备水平的教练员 但是如果说你的这样一种评选 对吧 招入群员的这种标准 真的是很难去让人信服的